在巴基斯坦反恐中心人質事件 歷經了四十個小時落幕 三十三名的恐怖分子全數被擊斃 而所有的人質也獲釋 有兩名特種部隊人員喪生 也有十到十五名的軍人受傷 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巴努反恐中心的上方 冒出陣陣濃煙 附近警戒依然森嚴 國防部長表示 反恐中心遭巴基斯坦 塔利班的伊斯蘭武裝分子佔領 也證實內部有包括安全官員 在內的人員均呈了人質 現在巴基斯坦攻堅部隊已將中心奪回 三十三名恐怖分子 全數被擊斃 國防部長阿瑟夫表示 所有人質均以獲釋 兩名特種部隊人員喪生 十到十五名軍人受傷 十八號晚間被關押在巴努反恐中心的 三十三名恐怖分子用磚頭砸一名首位的頭 並成功奪槍 進而控制反恐中心 他們要求安全撤離當作釋放人質的條件 不過談判失敗 形成對峙局面 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TTP 宣稱犯下挾持事件 不過阿瑟夫表示 這批恐怖分子 來自不同組織 TTP上個月與政府停火協議 才剛結束 接著就採取更激進的攻擊 雙方多年來的衝突始終無解 TTP是在兩千零七年出現 於二零一四年的一次軍事行動中遭 巴基斯坦軍方搶硬清剿 此後 TTP 始言只針對國家 安全部隊發動攻擊 他與阿富汗塔利班有所區隔 但兩者有相同的搶硬 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 公視新聞 黃瑞琳編譯